大家好,我們今天來製作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很像公司的紙袋 它很漂亮,很實用 因為我們現在經常出街買東西都要買很多東西回來 我們就製作多些購物袋,讓我們買東西的時候開心一點 如果你在家裡有時間,就一起做手作 做手作,心情都會比較好 這個袋子,你不要看它這麼漂亮 其實它做法很簡單 一小時就完成了 不需要下載指形 跟圖示去準備材料 好,開始了 首先來做手環 手環也是這樣做的 把布兩邊對接,然後再對接 上下載兩行壓線 如果有問題,不太熟的 就看我這條影片 載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拿一塊內袋布出來 這裡是22cm 這裡是20cm 我們反向底部 這裡三邊 我們摺入1cm 燙好它 然後這個是袋頂 我們摺2cm 2cm 然後燙好四邊 燙好之後 然後就載了這條線 載完袋子 把它置中 對落8cm 放好它 固定好 三邊 把它載好 變成袋子 中間這裡你可以 隨自己的需要 選一條線 把它分成兩個袋 記得載一塊布好了 這裡有兩塊 不要兩塊一起載 這個袋子就安裝好了 現在我們就把它打開 面對面 將它對齊 這裡兩側 它來布哪1cm 我們載直線 隨便一邊 留10cm的反口 不要載 兩邊載好了 反口都留在這裡 載好之後 就把縫份燙開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角立體化 把它這樣拿起來 距離部邊1cm 載一條線 兩個角都是這樣做 現在載好袋子 就來做持扣 把它摺好 先把它摺好 這樣就拿出兩塊小布襯 在置中這個位置 對下2cm 我們把布襯燙在這裡 兩邊都是這樣燙 燙完之後 我們的持扣 一會兒最後才上 現在就拿出表布 跟剛才的里布一樣 我們在兩側 距離部邊1cm 斜直線 分別就是 表布不需要留反口 這個角跟剛才一樣 都是把縫份燙開 之後就把角立體化 我們做完之後再說 表袋就載好了 現在拿出里袋 首先把里袋反到表面 然後面對面 把表袋塞到表袋裡 對好 這樣就 這些中間縫份位 對好 清楚 然後固定 整個袋口 一周都固定好 然後距離布邊1cm 我們斜一圈 很快就載好了 現在就在反口裡 反到正面 如果你不記得留反口 好 現在就恨錯難 現在我們就把它整齊 整齊 這個袋口 就把它整齊 整齊 然後在袋裡 整個圈壓一條線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壓好線了 那現在呢 就來上來持扣它 那我們呢 在置中位這裡 我們記錄一個記號 那我們就 我們對下2.5cm 這個置中位 對下2.5cm 對下2.5cm 我們點一下 這個就作為中心點了 那我們就拿持扣的鐵片出來 在中間這個洞這裡 我們就放在中間十字的位置 那然後呢 我們就 在這裡 記錄兩點 那然後呢 我們就拉開它 千萬不要剪了底的那塊 那我們這裡摺一摺 就用剪刀 這裡剪開它 剪一點 這裡剪一點 OK 那接著呢 我們就拿一個持扣出來 在反口這裡 把手伸進去 這樣呢 把持扣 在這兩個 你剛才剪的這個位置 塞進去 這樣把它塞進去之後 滑鐵扁的 把它裝在這裡 左右 這樣向外壓 這樣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做 好 那持扣呢 已經上完了 將這個袋塞進去 好了 那現在呢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呢 還沒上手帶呀 這個袋呢 那些步驟呢 就很容易啦 經常都是這樣做的啦 那這個袋的特點呢 就是這個手帶 那現在我們來做了 將它攤回 開它 我們呢 找一條 中間的縫份線 對縫份線 那在縫份線的左右兩邊 的7cm 7cm 我們做一個記號 那兩邊呢 都是這樣做 那跟著呢 我們拿一條手帶出來 那在頭尾 4cm的距離位 我們都做一個記號 兩條都是這樣做到記號去先 然後呢 我們將這個 手腕 4cm 這個標誌呢 就拍著那個袋口 跟著呢 這一邊 就拍著 7cm 這條線 跟著我們固定它 那跟著到另外這一邊 我們拿另外一條出來 一樣是這樣啦 這裡就拍袋口 跟著這一邊 拍著7cm 這條線 OK 那跟著呢 去另外一邊了 反過另外一邊 我們呢 反到正面這裏 那條帶這樣 我們就把它這樣掃進來 固定它 那我們呢 就拿去衣車那裏 車這四邊 將條帶固定好在這個位 那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樣 將它這樣掃進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本的夾固定它 那我們現在呢 車這四邊 1 2 3 4 那車的時候呢 肯定你 是車過了這條帶 還有呢 底面這兩塊布 這樣就可以了 四個位置都是這樣做 那這樣就車好了 就是這裏這樣車的四方塊 那整個呢 就做好了 你看一下 現在呢 這個形呢 它這裏呢 有些櫃下來的 那我們呢 就可以呢 放一塊這些膠片 那這些膠片呢 那這些膠片呢 在家裏可以找到的了 那些檔案啊 或者是那些卡紙都OK的 小刷紙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那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呢 那它呢 就會 挺一點啦 那它的形呢 就會美一點啦 那呢 記不記得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說呢 它其實呢 就好像一個百貨公司那些紙袋 那這樣 那如果你想它更加似的話呢 你就可以 好像這個 在這四條邊那裏呢 就壓一條直線 那它就更加似 更加得戚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就不壓了 因為呢 我想要有一個壓的 一個不壓 那兩個都得意的 那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呢 你就做多幾個購物袋啦 那我們現在出去買東西 要買很多的嘛 那些購物袋呢 用極都不夠的 那你有多一點的款式 漂亮一點的袋 那買東西上來呢 都會開心一點啦 那我頻道裡面呢 就有很多購物袋 不同款式的 那你可以選擇 來看看誰你喜歡 那就拿來做一下啦 那接下來呢 我都會和大家 做更加多的購物袋 那今天呢 就玩到這裡啦 那下次我再和你做其他的手作啦 拜拜